哈囉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討論大家早安 我是來自國立中山大學的社會學系的李先寧 我今天想跟大家稍微花十分鐘的時間討論的主題是 放生 在放入不放之間糾纏 以其今放生為例 那首先先講解一下我怎麼會想要討這個題目 當然不是因為我剛剛題目講了三遍放生 所以這件事情比較是很重要 當然也是啦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常在新聞媒體上看到 關於放生的東西 比方說像這張圖就是截志網路新聞的圖片 那這張圖片是海濤法師在其今放生的一個現況圖 那這篇新聞就有講到說他號召信徒 然後去其今放生了五萬五千尾的黑雕 那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發現就是海濤法師 我們作為他身為一個宗教團體的代表 他講他覺得說放生是一種對生物的解脫 那同時人也可以得到一種福報跟功德上的回饋 那黃板團體就提出了一個質疑是說 那你一口氣又放了這麼多 不會你想到生態嗎 以及說那你這樣放了這麼多 是不是釣客就會很有興趣 就會衝過去把那裡以後再去把它抓回來 那這樣真的有達到放生的本意嗎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可以發現 我們就提到我們的問題就是覺得說 生態系統跟宗教系統 它好像對放生有各自不同的定義 那他們怎麼去審査這個論述 以及其今當地人又是作為當地人 要怎麼看待這個放生這個議題 那稍微講解一下目前台灣放生的現況 台灣目前現在內政部登記在的寺廟 大概有兩千多間 那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寺廟都在定期舉辦放生活動 台灣的年放生金額高達有兩億元之多 那至少每年最起碼七百五十次以上 那你平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就差不多一天就會有二點一次的公開放生活動 那在關於到這個放生活動的話 會關係到哪些人 首先就是宗教團體嘛 因為宗教團體 它是最常去執行放生的一些群眾 所以這個宗教團體 它跟放生的互動性的密切度是很高 那再來就是環保團體 因為環保團體也是常常會去 對宗教團體的放生去提出一些質疑 所以他們這兩者其實對放生行為的看法跟意見 會比較像是在衝突面或是對立面的一個狀況 那以及說夾雜在這兩者之間 就是可能是一般民眾 或是去參與放生的這些民眾 那這些民眾我們又可以再稍微簡化成兩個 他可能比較能夠接受宗教團體的觀點的這些民眾 我們先把他暫時歸類為是信徒 他可能會比較嘗試去從事放生這些行為 那比較反對 或者是會比較去考量生態層面的一些民眾 我們暫時先把他歸類為是 比較偏向環保團體意見的民眾 那在宗教團體層面又會跟哪些人有關係 他可能會跟商家會跟政府有所關聯 他跟商家就是比方說 像剛剛他所取得那個五萬五千尾的黑雕這個過程 他就必須要去跟商家購買 所以他一定跟商家有一定程度的互動 那政府方面我後面會詳述 就是宗教團體在他要去定義 他自己的放生行為合理化的過程 他很多時候必須要有政府的法案背書 或者是政府一些數據幫他做一些背書 那這兩者的力量會不斷的去交錯 去去形塑一個放生行為的定義 不斷的去重塑 那我今天調查的地點選在齊津 那齊津主要是在紅色框框框起來 這塊是在北山里 那他在北山里的很有名的 齊津風策公園這一帶沿海 就是他們主要的放生地點 那誰會去這塊地方放生 我們透過跟當地民眾聊天的過程就發現 他說其實他們很常提到海濤法師這個名字 所以我們去查閱他的網路行程發現 他差不多平均每個月會到齊津去做一次放生訪會 那為什麼要選在這一塊放生 這是齊津目前現況配置圖 可以看到就是沿海一帶這一塊 目前都是一些公社 就是污水處理廠公園 沒有什麼私人住宅的部分 那在風車公園正對面這一塊 我畫目的的這一塊是透過當地民眾投訴說 以前過去那塊是個目的 那現在他整改建為是公園跟齊津區公所的部分 那我們也去調閱了百年歷史地圖 為了要去查證這件事情 發現確實這一塊是 過去是被標障為亂障礦的部分 那按照民間信仰的講法 會覺得亂障礦就是陰氣比較重的地方 所以放生這件事情 如果在這個附近執行 反而可以變成一種進化的效果 所以他們就會選定在其境這個部分 去執行一個放生 那再來就要講解到為什麼生態系統跟中將系統 他們大概會有哪些層面上的argue 那首先就是我們有去討論 我們有去訪問的生前協會 他們就有講到說他覺得放生 不只是救援生命又有機功德的概念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放生他不單單只是像過去傳統 你可能想像把鳥放回去森林裡 或是把魚放進水裡這樣簡單的動作 他多了一個機功德這種社會建構的意義在裡面 那環團就對這些東西提出一個質疑 他就說你可能魚本來養在魚缸裡頭還不會死 他只是不自由而已 可是你把他放生出去 他可能不適應那個環境 他反而還死掉 那這樣真的有救援到生命嗎 所以他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發現 宗教團體跟生態團體他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宗教團體會比較偏向個人功德式的想法 而生態團體他們則是比較重視的是生物生命生存權的部分 那再來第二點是生物多樣性的部分 環團他們就會說 其實他們有看過一些新聞說 宗教團體會放外來種的鳥類到當地環境 那宗教團體他就提出了一個反駁 他說他們都有請政府把他們背書 又有跟政府申請 又有請約束算過數據 那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專家權威的研究數據變成了政府的背書 最好政府的背書這件事情 就正當化了他這個放生行為 那你環團如果不能提出相應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去跟他做一個溝通 那可是生態環境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生態環境變化有時候是很長時間的 你可能要五年十年才可以發現那個問題所在 所以說他變成他無法一直去的 就馬上去跟他做一個溝通 跟進行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再來第三個部分是放生行為的商業化 就是他們就有講到說 環團就有提出一個質疑 你可能原本那個魚飯 他一天販售給人家吃那個魚 可能是滋補了五百或是一千尾 可是你一口氣一個法會就需要這麼多 那他士兵就必須要帶動一個機制 讓他去抓這麼多的魚 那變成是一個反而是對生態支援的更大的一個浩劫 那再來我們就稍微講解 講完了這些他們的不斷的對立的層面之後 那當地居民又是怎麼去看待這個議題 其實當地居民不太去管這個議題 因為首先他覺得是政府核准進行的 政府背書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那再來還有就是他其實是非利己性 跟無關自身利益的 就是他不像你可能把房子拆掉 你馬上就注意到 欸我沒有人家可以住了 他其實要很長時間才發現到議題的嚴重性 那再來還有就是當地的居民很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放生就是神明的事情 因為他就覺得就是那裡有一個亂章的存在 反而這放生他們其實是有一點 只是比較隱晦沒有講出口 他們其實是覺得是比較稚奇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還有就是當地居民其實生態意識很薄弱 因為他並不太知道是放生這件事情 會不會對他所處的環境造成一個危險 那因而作為一個社會學系的學生 我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發現 因為用尼克拉斯布曼的系統理論就可以發現 其實這個議題他們兩個環保團體跟中央團體 常常在各作物化 都只用自己的觀點去看這個問題 那看起來就是無法溝通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狀態 那因而我們就想到一個 但是尼克拉斯布曼同時也提到 就是一個共同演化的概念 他們看起來在各說各話 但是其實他們會選擇性將對方論述納作自身的運作觀點 所以其實他們兩者雖然看起來是互相對立 但其實是有可能溝通的可能性 因而我們就嘗試去提出我們的解決方案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可以 既然當地的民眾並不太了解這些事情 對生態知識也不了解 那我們就讓他們去更多了解 所以我們就提議說 我們可以讓這個議題在公開場合被討論 比方說我們可以實踐的方式 像是發傳單、貼紙這些方式 增加他的議題的曝光度 那以及說我們可以讓動保團體 環保團體跟那些中將團體做一個結合 讓他們兩者可以在 動保團體可以使用動物手冊線上畫 或是像我們現在手機 大家都有的APP的狀態 讓這些想要去做水源放生的這些信徒 他們可以隨時去查閱 哪些動物是需要被拯救 哪些動物是需要去放生的 然後也比較不會去放生到外來種的物種 所以這樣可以讓他們兩者 都可以有一個雙贏的局面 那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與期刊我們的短文 大家也可以試一下走討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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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